大家好,这里是慧妈小树梁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每一个鼓励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在民间,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东施萝博夏世江,不用医生太药荒 明代李时珍对萝博也是极力的推手 助招我们每天必食 他在《本草纲》中就提到 萝博能消股、核增、大下去 而且还能续血、热血 老一辈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修收萝博晒人参 可见萝博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萝博晒人参 意思就是说萝博的价值可是比人参还要高 萝博它不仅营养豐富 而且还有着较高的食疗价值 它不仅可以补生维生素系 而且还有消炎消食防癌的作用 那么萝博有很多的品种 吃法也是特别的多 可以用扫也可以用烧 最后也可以用来炖汤 无论是怎么烹饪都是非常受欢迎 那么萝博到底有什么的营养价值呢? 可以送比人参呢? 第一,它可是有抑防抗癌的功效 中研究显示 萝博中含有木质素 进入身体后能够提高技术细胞的激化 吞噬癌细胞以及坏死的细胞 同时白萝博里面含有糖化酶 这种物质不仅可以分解脂肪和淀粉 而且还能分解致癌物亚酵胺 淀粉酶、酥纤维 这些物质进入身体后 可以帮助胃上消化 所以就会加快肠道的腐动 消毒便秘 起到一个排毒的作用 同时萝博中含有化酶素 也可以快速分解食物中的淀粉 脂肪帮助消化 使得提高人们的熟悉 第三就是预防感冒 止咳化痰冬季的细胞变得特别不稳定 很多人的身体数字杀的话 那么这时就会引起感冒、咳嗽等症状 白萝卜中含有多种维修素 还有微量元素 经常食用 而且还可以提高人体的抵抗力 能提高抵抗感冒等急染病的能力 同时书上也有记载着 萝卜有同系止咳化痰的功效 萝卜怎么是可以止咳化痰呢 而且还可以减肥瘦身 抗癌、防癌 视频看一点点赞点一点 您的每个点赞转发知识 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那么先来讲一下第一点 止咳化痰的施法 准备萝卜 要500克 然后再把白萝卜简单给它 清洗干净 连皮一洗给它 切成小丁丁小块 下面我们再往里面加入 三勺的蜂蜜 搅拌均匀 让它在一边浸汁个两小时 等萝卜 腌酥水分 腌酥汁水 然后再洗漱 萝卜汁三四勺 然后再用温开水 给它吸湿后 就可以饮用了 每天给它饮用到两到四勺 可以化痰之壳的功效十分的不错 第二呢 就是黄癌抗癌 施法呢 萝卜搭配香菇以及羊松 香菇呢 被送之为金针之王 它有着很多的香菇多糖 而这些物质呢 它可以塑及机体散生 能够提高机体的抑制肿瘤的能力 神鹅呢 达到黄病抗癌的作用 对胃癌呢 肺癌 食管癌 根筋癌等多种癌症 可以做成护制治疗剂 并且呢 还可以佛制症气 消失疲劳 增强体力 严繁衰老的作用 而羊松呢 也是天然的抗癌塑塞之一 可有效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羊松中含有大量的苦皮素 黄酮物质 还有这个微量炎塑塞 这些物质呢 都是很强的抗氧化剂 能够新属体内的自由基 增强细胞代谢能力 神鹅呢 达到一个抗癌抗癌的作用 接下来 我们再准备白萝卜500克 干香菇5个 羊松呢 半个 白萝卜要连皮一洗 给它洗干净 然后歇生片 香菇给它洗干净 然后再浸泡 浸泡香菇的水呢 我们不要倒掉 待会我们一起给它下锅 泡好的香菇 简单歇生片 连同泡香菇的水呢 一起给它下入锅中 洋葱呢 我们这边要半个就可以了 洗洗干净之后 给它改刀 切成起司 连同白萝卜 还有香菇 一起给它放入锅中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倒入数量的鲜水 下面我们再开大火给它煮开 等水烧开之后呢 我们再转小火继续给它煮个20分钟 汤呢 汤呢可以当傻来喝 也可以放入一些食盐 把汤和汤料一起给它吃掉 联系给它喝上一个礼拜 平时呢也可以隔三 稍午的喝上一室 这个白萝卜香菇阳生的组合呢 可以抗癌降三高 避防感冒 这个萝卜呢 还可以下灼气 机制气痰灼气 斜系呢 长期的积累在身体里面排不出气 那么这些不良之系呢 都是癌症的导火线 会形成了节节 蒸馏这些失血之气 从身体排出气 自然癌症呢 就不会早上门来了 香菇呢 和阳生也是抗癌 降血降脂血压的高手 那么第三呢 就是减回致便秘 由于白萝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以及这个维生素系 它呢是可以塑进肠道的浮动 然而加速大便的排出 可以将体内的毒素呢 全部给它排出体外 而这个白萝卜呢 它是一种热量低的蔬菜 食用后呢 还可以增加保护感 所以呢 是这个白萝卜有减肥的效果 白萝卜和生姜搭配一起是呢 可以减肥 白萝卜生姜汤呢 可以洗到燃烧脂肪的作用 而且呢 还可以强加身体内的血液循环效力 并且呢 还可以有效的抗制食欲 尤其呢 是天气比较寒农的时候 可以维持身体的代谢稳定性 避免肥胖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先把白萝卜 连皮洗干净 然后歇绳片 生姜呢 也一样连皮给它先洗干净 盖到歇绳片 然后再把刷叶肉食材 全部给它放入沙瓜中 接下来 我们再往里面倒入数量的鲜水 然后开小滑 慢慢的给它熬煮30分钟 转悠 汤煮好后呢 我们再把它晃到温热的时候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蜂蜜 把蜂蜜放入汤汁中呢 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蜂蜜呢 也只是一个很好的润上通便的作用 而且海龙美容的效果 而这套汤呢 也可以很好的 帮助我们燃烧体内的脂肪 还能塑进肠胃的浮动 成鹅呢 将里面的毒素 全部给它排出体外 这样子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另外呢 多吃一些白萝卜 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 防止黑色素的色斑形成 生鹅呢 还可以保持这个皮肤的嫩白 因为白萝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尾松素A 以及这个尾松素C 而里面的尾松素C呢 是可以防止皮肤的老挂 防止黑色素的色斑形成 生鹅呢 保持一个皮肤永好的冷白 那么在这边呢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白萝卜呢 虽然既有良好的助消化作用 但因此新娘呢 有脾胃驱寒的 慢性胃炎的 或者胃溃疡的患者呢 是不予大量的使用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呢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就动动您花色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这样呢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可以在我的下方 留言加个1 更多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您的一路知识 与观看 这边就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